北京时间2月13日消息 2021-22赛季CBA常规赛第三阶段 什么时候还没有定论 不过有一个人的未来却已经有了定论了 那就是永远的结中国版汤神汤杰 就在近日 汤杰把自己社交平台上的认证信息更改为广东东莞大一队球员 再加上此前 广东南篮随对记者关心已经爆出了这一消息 现在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 当全世界都抛弃他的时候 杜丰独居慧眼 视讯了大半个赛季之后 终于留下了他 说起汤杰 球迷们对他还是颇多非议的 毕竟这位一位的只会横冲直撞的球员 在福建南篮打了两个赛季 也没能证明自己 上一个赛季场均得分只有6.1分 2.7次助攻 十分不抢眼 相反 汤杰球场上独具个性的打法 倒是让很多人记住了他 2021年夏天 汤杰曾经宣布要去参加NBA选秀 后来其经济团队却已签证问题 导致汤杰遗憾错过选秀 但是到了8月的时候 福建南篮没有再和汤杰续约 而是把他送上了自由球员榜单 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 也就是说 朱世龙看不上他 别的队想要他 那就是支付一定的费用来买吧 休赛期的时候 有消息称 汤杰曾经去CBA新军宁波南篮视讯 可惜也没拿到合同 之后汤杰来到广东南篮 跟随杜丰视讯 多次出现在了广东南篮的比赛场边观战 甚至于还曾经因为现场抽烟被杜丰驱赶出场了 经过了大半个赛季的视讯之后 如今功夫不负有心人 汤杰终归拿到了广东南篮的合同了 尽管还没有官宣 毕竟交易窗口期要到2月15日-18日 但是 杰和广东跟对记者关心的爆料 再加上眼下汤杰自己改了认证信息 可见汤杰加盟广东南篮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不出意外的话 他将申批广东南篮30号球1 早在此前 汤杰曾公开表示 感谢杜指导给他视讯的机会 而杜丰也直言 希望汤杰能给球队带来有力的补充 能帮助球队 看来还是杜丰独居慧眼 当全世界都抛弃了汤杰的时候 正是他为他送上视讯的机会 并且最终留下他 当然 篮球场上 拿球说话 汤杰会不会广东南篮夺冠拼图上的一块 还是拉胯拖后腿的一块 只有比赛才是检验球员的唯一真理 让我们期待第三阶段吧